那我們為了將這個100變成0 所以呢 我們需要一個變數 所以在資料這裡 給你做一個變數 給他一個 特效的名稱 好 那這個單入單出的值呢 一開始 我們把它設定為100 因為100是鬼特效就是看不到 好 然後每次呢 就去做這個鬼的特效 然後數值呢 就用這個變數的值 那一開始是100 然後做完100之後呢 我們就讓它往下遞減 所以就用改變 值改變 那改變往下減就是用減 往下就是用減的 然後做100次 所以在控制這邊有一個重複 所以你用100次 好 那這樣子呢 好 當我們在執行的時候 它一開始就是 完全看不到 然後後來呢 慢慢會出現 慢慢會出現 我們測試一下 好 一開始看不到 然後慢慢變出來 好 變成0的時候 它就是最寫實的照片 好 那單出就剛好相反 好 單出就剛好相反 好 那 蛋出一開始是0 然後 重複100次 每次加1 好 這樣子就可以做到蛋出 好 我們來測試一下 好 有沒有 好 就蛋入蛋出 好 好 那這是 好 這個是我們 蛋入蛋出的基本的效果 好